据悉 革命家 作家 书法家马仕途因病医治无效 于2024年3月28号19时25分在成都逝世 享年109周岁 3月28号深夜 记者在成都市殡仪馆看到 很多马仕途生前好友顾骄专程赶来送别老人 就是没有封面的书 就不知道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那么其中有一本后来买到全本 是马拉的短篇小说 他都写到107 108 他还在写 而且写的 虽然还不错 还在出版 之前有那么多的经历 一般人没有的这些经历 所以他的写作资源就永远不会忽解 马仕途曾在107岁高龄时 出版了马仕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 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黄立新回忆 马老一直非常热情 每次沟通稿件 马老都拿着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看 逐字逐句核对实实 对一些错误进行盯正 遇到年代久远且缺乏资料的内容 马老就把记忆片段写在台历上 当时我们去他家的时候 他就把这些片段的记忆 写在他的台历上 就是用台历拼接起来 最后整理成现在这么一本书 我觉得特别难得 我觉得乐观 豁达 马老从100岁开始将个人的书法作品进行异脉 用于慈善 资助热爱文学 追逐梦想 品学兼优的大学生 105岁时 他还将自己写的福寿二字 送给程度诗弊家美术馆展出 并复制赠予市民观众 在诗弊家美术馆馆长赵文琴印象中 马老的严谨和自律让他十分敬佩 我们说马老已经可以 因为你已经这么大的年龄 就是说你能写出来的书法都可以了 他觉得还是不行 他还把它扔掉 就是说他其实是从很多很小的细节 对自己是非常严苛了 包括他每天早上起来 他的成练 他都是属于坚持得非常好的 你想我们年轻人可能都做不到 很自律 马老说的就是在114岁办展的时候 如果他身体力行的话 他想再去看他的老朋友 那北京这个展览的话 目前的话 我们进入的筹备阶段 时间的话应该是在7到8月份 据了解 为尊重本人生前及家属意愿 马石图逝世后丧事一切从简 不接受花圈 不举行遗体送别活动 遗体火化时间定于4月4号上午11时